农村小哥剪鞋头 一个玛瑙老师 这里开一个口 这个开口的话 可以看到没有那种颗粒感 它的右肌很细的 然后这个外皮的话 它是黑色 如果仔细看 这些地方发现有一些眼睛的表现 估计里面应该能出现一些图案 这个打灯的话 它是有透光的 因为玛瑙的话 它一般打灯都是很通透的 现在的地方 它有一些小小的图案 因为玛瑙时的话 切开它比较容易出现图案 但那种玛瑙圈圈的 因为有一些玛瑙时 它有那个圈圈 就有点像那个眼睛 很多人用来制作一些天珠 好 我们给它切一刀 一起来见证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莫瑙时的一瞬间 哇塞 这里面是有花纹 这头有点像红花 然后这头又是黑色的 这一刀进来 它这里有一道猎 这道猎也刚好往这里穿嘛 后面就考虑到 本来这头黑也不好看 刚才就照猎给它切一刀 一刀下去 莫瑙时的一瞬间 哇塞 没想到它这个花没进来 它这头 这个玛瑙纹 它还来到这里 然后这头的话 它就没有出现 但是它这种 也可以说是玛瑙的一种纹饰 但是它也有点鲜那种花的感觉 它这种也是红色那种花带 玛瑙时一般都是很通透的 就这种灯泡打灯的话 都这么透 切玛瑙时的话 最大的链点 就是看里面的图案 因为它经常会出现一些天然的图案 如果你要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